经过艺术家眼睛的东西 就不再是单纯的真相 而是精神化的质问 这不是你一直络力推崇的生活吗 不要唱歌 不要影诗 不要画画 不要跳舞 他们额上都有一道符咒 天天给我们念些无聊郁闷的洗脑精 没有感人的戏剧 没有温情的诗歌 没有右眼的绘画 没有催魂的音乐 没有一个死人会受的脸厚 没有一个死人 可以在这个广灵 活下去 字幕志愿者 态と思不Ti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